F-35一直作为全世界最先进的战斗机的存在,凭借着超高的隐身性能、超远的打击能力、超高空侦察能力和超级人工智能等性能,让它成为了美国空军的一张王牌。 但是最近关于F-35战斗机的负面新闻却屡出不穷,并且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。 在去年,有关媒体报道了,关于以色列F-35战斗机的新闻,称其被叙利亚S-200击中,但是以色列方面表示F-35战斗机只是遭遇了秒雷撞击的意外。 在过去的两年中,人们渐渐地忘记这个事情。 美国海军陆战队宣布,经过两年的评估,2016年因为故障导致受损的F-35B战斗机,因为离修成本太高,美军防不愿意修复。 所以这架F-35B战斗机,被当作报废机处理掉。 这时全球首架报废的F-35战斗机,同样也是全球首架报废的五代战斗机。 感谢观看